大概两个多小时 内容比较枯燥 所以下午可能有些犯困 没关系 中午中间我们做一下休息 做一下休息 下午的第一堂 这个专业的知识 叫国际标准律设 验证认证指南 很多人就问我 这个国际组织 做了验证认证之后 还需要做什么 其他的认证吗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 一个是美国的FTA 那个认证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欧盟认证 它这个指示 它局限性的 像欧盟认证 只在欧盟这个范围内管用 像美国FTA 是很多认可 它那个国际标准的国家 有些认可 它国际标准的那个方面 它可以有一个 免检的那个状态 很多如果要不认可的话 到当地的国家 还要做一次验证认证 咱们这个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这个八个字 是我们世界唯一的一种 任何第二个国家 都没有这个权利的 因为我们把这个 验证认证的程序 包括验证认证之后的 这个知识产权 已经在世界这个 知识产权组织 注册在案 所以如果在我们 已经签约的这些国家 看到我们的验证认证 是不需要那个当地国家 再去做一次验证 那个检验认证 这些程序的 因为他们既然认可了 我们IOWC协认法 这个用验证认证的 这个方法 只要认可注册登记 这样的情况下 不需要在那个国家 再进行一次验证认证的 所以这点大家应该清楚 在咱们这里 这个验证认证结束之后 与我们签过协议 并且在注册登记过的 那些国家 我们到那里 只要把您验证认证的 产品技术 还有这个企业 登记就可以 就是不是注册登记 只是在那里登记一下 他们就认可我们 IOWC协认证认证的结果 这点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在我们这里 做完以后 与我们注册登记过的国家 都可以是 这个叫免减 然后这个通关的时候 有一个最惠国待遇 减税或者免税 这样的一个待遇 所以这个验证认证 至关重要 所以在咱们 后边的这个程序里面 我会详细地 跟大家说一下 你这个声音 可以调大点吗 我的声音小啊 小吗 行 开始吧 那个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它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ILWGCA IGC 我说的是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那么在这个验证认证过程当中 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 全部下来 标准应该是两到三个月之间 它检测合格 检测这个范围啊 非常的严格 首先呢 如果无论是你的商品 还是技术 还是服务 包括企业 都是由企业呢 自我先提交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资料 需要哪些资料呢 我们后边有一个明细表 根据您 这个申请的 这个项目类别 然后所取的这个资料啊 都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 所以然后呢 这个企业要把这个 所应的资料 按照相应的部门 交给咱们这个 叫认证委员会 这个认证委员会呢 根据产品的类别 它分类都不同 所以您提交要验证认证的 产品类别是什么样的呢 就把文件啊就受呃 交上交到管理你那个 类别的呃这个委员会当中 然后各领域呢 一致性评估后交付给 相应的这个验证机构 这个验证机构呢 就是我们呃这个这个 国际组织啊 内部当中有一个验证的呃部门 然后把这个资料呢 提交到我们的这个呃 相应本部咱们呃所说的叫呃 比如说呃北京市或者是哪个 省的总部的验证呃 验证认证总部把这些资料呢 要递交到那里去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呢呃 所有的资料了解清楚以后 包括呃要验证认证的费用啊 都已经了解清楚之后 需要补充哪些资料呢 就会把这些呃 经过我们验证部门确认之后 缺少的部门呢 把这个资料会再递交到 我们这个各部的呃 这个相应 类别的呃验证 这些这个部门当中 然后文件这么补充 任而且验证认证的成本 都出来之后啊 我们进行跟这个企业商谈 咨询 缺少哪些资料 再把这个资料呢呃 缺少的部分再返回到企业 那么企业在这里面呢 要把这个呃 流程呃如何递交的 这些东西进行培训之后啊 了解清楚之后 把这个认证的费用啊 提交到 向您交资料的那个部门 那么向相关验证部门的提供 所补充的资料和验证的费用 那么由各省呢 再交到我们呃 国际组织的验证认证部门 按照我们这个国际标准 绿色分类之后 把这个编辑的代码 会分给到您要做验证认证的这个商品 或者是服务或者是企业 或者是呃 咱们这个呃 四个部分的内容 按照你的类别呢 就会把这个合格的呃 这个第一遍进行检测以后的资料 然后上交到真正去呃 呃 认证认证的这个专业部门 那么第一次呢 验证的文件和其他认购资料 然后进行对您 这上交的这个呃 品类的呃 视频啊 就是呃 评估 然后呢 按照验证阶段 选择国内外验证机构 这个是指什么呢 您的需要呃 这个产品 应该原来有的那些验证的部门 验证的当地国家的 当地省的都可以 所有产品的资料 都要递交到呃 这个我们需要验证认证的 这些部门当中 然后呢 确定咱这个国际绿色 验证的范围 到底做哪些呃 验证的确认啊 这些方面 然后咱们看一下资料 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验证 评价 尤其是对您这个商品 或者服务的什么原材料啊 生产 销售 等这一方面过程呢 进行全方位的呃 这个验证 过程啊 验证过程 然后呢 做了过了第一遍以后 再做二次验证 这个就是以各领域 验证结果的综合的报告 它就会形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完成最终的验证之后 负责验证的委员长 他会编写一个 对这个产品或项目企业的 一个呃 总结报告书 这个总结报告书 会通在我们这个验证 认证总部里面啊 经过呃开会 啊 声音不太好 声音是断断续续还是 对 有点差点 就是不清楚啊 啊 现在挺好的 我声音大点看起来 黄宝石啊 现在呢 现在声音怎么样 为啥 现在声音不行 等一下啊 是断断续续的吗 不是断续续的 声音刷牙不行啊 声音刷牙不行啊 现在呢 现在不行啊 现在也不行啊 不行啊 预论也不行 那上午挺好的 这会怎么怎么的呢 这是手上 现在呢 目前声音调 你那个声音是不是有了 我这没动啊 是不是你那的声音呢 那个小微你能调一下吧 声音越来越调 是录制的原因吗 现在呢 好 再说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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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从哪儿开始 从头开始就不清楚吗 我又从头开始 接着讲了就好了 好的 第二遍开始 第二遍 在那个第二次验证认证之后 这个各领域的这个 验证认证这个所有的检测报告 就会出来 然后由负责验证认证的委员长呢 会编写一个关于验证的结果书 这个结果书是对这个产品全方位的认可 全方位的经过验证认证之后的结果书 然后经过呢 我们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自行审议 和这个检验监察之后呢 对于我们这个产品 他会给予一个认可 最终把这个材料会报送到 这个认证委员会进行开会 最终呢得出叫认证审核最终结议书 这个结议书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把你这个产品的这个分类代码 包括最终的决定 然后一些所有的证书 还有我们这些经过你这个产品的 叫认可公证 就是由我们国际机构 包括我们的当地大使馆 最终对你项目认可的这个证书 会全部颁发下去 颁发下去 我看一下看 左下角这个有一个标识 所有的商品技术 还有这个服务包括企业的都会把这个标识 不同的地方都进行给你设计进去 包括小包装 大包装 包括企业的logo门脸等等 如果你是绿色企业就会把这个标识会标识出来 那么见到在产品呢 还有什么服务 包括这些 见到我们这个logo标识以后 世界上 与我们签订这个和这个国际协议的国家 就会认可你的产品 认可你是绿色产品 这样的时候就会给到到各个国家的追惠国待遇 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呢 在我们这个整体验证认证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对这个产品的需求 按照国际标准 全部进行给你检测一遍 这个时候得出来的那个结论 是咱们全世界跟我们签约以后的国家都予以认可的 这个勿容置疑 因为我们是以宪法规定的内容来进行运作 他只要认可我们的宪法 认可我们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认证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国家我们得出的结论 他是必须要同意的 这是国际的 这个国际上的范例 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呢 进口放心 有我们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认证之后的产品 在我们各个国家对于我们这个国际机构认可的 这方面是全部予认可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我们过后 我们有一个真正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吧 我最后会做一个说明 那么我们IOWGCA IGC 培训和咨询的主要内容 我在这里再讲解一下 一呢 对IOWGCA的了解和国际法上的适用范围 就是我们IOWGCA在国际法上都用于哪些项目 哪些企业 哪些技术上 这个都会对咱们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第二呢 IOWGCA IGC的诞生背景和它的必要性 那为什么要进行绿色认证 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这个所有的企业 包括这个经营我们产品的这些 这个公司呢 都要有一个了解 第三呢 是了解IOWGCA IGC绿色之路平台和出口支持 这个也是经过要专门的就是培训 对我们这个产品 如何利用我们这个平台进行出口进口的这些支持 这方面我们也会有这个专门的培训内容 第四 按国际标准绿色分类编码的IOWGCA IGC总类和等级 在这里面呢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绿色标准下来之后 我们会有七个等级 最低的等级啊 必须得有30%到40%的绿色这个绿色种类 那30%到40%绿色种类的时候 我们我们的七级 一直到第一级呢 叫当你的产品90%以上都是绿色的技术 绿色的材质 这个时候呢 我们按照我们这个绿码编类呢 会把你的产品会分成七个等级 第五 IOWGCA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IGC验证认证的流程和持续时间 包括每一种产品的这个验证认证的成本呢 都不一样 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按照品类不同 会把这个验证认证的费用成本呢 会给到这个申请的这个企业 第六 IOWGCA IGC申请材料 种类和添写方法 这个后边呢 我会给大家也这个去详细的说明一下 第七 适用IOWGCA IGC的认证种类和加分 这个加分所谓的就是你的绿色技术含量 高于 你加分的比例就越大 第八呢 IOWGCA IGC 使用案例 包括这个如何 申请的程序啊 方法啊 战略啊 包括如何向世界进行营销贸易啊等等 这些呢 我们因为前期都有过案例 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详细的去给大家指导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刚才 说这个国际标准绿色分类代码 分类代码呢是世界通用的 这种分类方式呢是 所有的产品出口到国际上流通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代码来进行表示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一样 大家在这里面有一个详细的这个图标 第一个这个粉颜色的这个单子呢 是对我们的这个技术来进行分类代码 第二个旁边这个呢是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来进行分类代码 大家看一下这个无论你有多少种种类 在我们这个代码当中都能体现出来 因为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叫验证领域 IG后面你看这是T 这是水域叫产品技术和企业类的 咱们这个呢是产品和服务类的叫IGC 然后后边呢根据你的国家分类 企业名称包括年月日包括技术企业的认证范围 这个这个叫固定序号 这是世界通用的那种固定序号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标准这个绿色产业的分类代码 用这种方式啊把我们所有的商品 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包括服务和企业来进行分类的 所有的产品只要在我们这里进行验证认证 都有一个固定的代码 这个代码是永远不变的 产品分到任何一个国家 这个都不会变 所以这点呢 当验证认证之后按照您的产品归类 我们就会分发给你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就永远带着走 无论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通用的 在这里边呢是我们关于IGC 国际绿色认证的一些费用 这个费用呢在这里面 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啊看的 第一它是咨询 关于教育和数据方面呢 就必须参加CEO的培训 并在合同签订后一周内进行 教育培训呢在两周内进行 这个费用呢是大概一万元 然后呢是按照国际绿色验证 对这些这个产品技术服务 对吧进行认证的时候 费用基于一种产品 每项技术产品不可超过三种 也就是说一种技术可以带着三种产品 就同类技术核心同一核心技术的三种产品 这个意思啊 咨询后两周内进行验证认证 这个呢费用是大概是七万元 然后国际绿色这个认证啊 这里面有产品服务 包括真正对这个产品详细的分析 然后进行认证的啊 大概十二万元 国际绿色认证这个进行登录 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国际公正法务部这个认证 外交部及各国领事馆认证 这个费用呢 这个费用都是由我们总部来给大家操作的 啊 它的费用是五万元 这个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资源 在这里面呢 包括国际这个绿色验证认证的证书 这方面一套这个资料是两万元 这里包括什么呢 你出口的支持 对吧 包括这个通过我们的绿色字路平台 还有一站式绿色通道进行进出口贸易 包括资产评估和这个合资 以上这些费用呢 就是按照等于是其他资源费用一样 包括是在两万方面内 所以呢 中小企业对吧 在这里面进行全部这个认证的费用呢 是27万元 这里面呢 会后面谈到有一个关于我们企业联盟的那个费用 也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这方面 大家有一个这样认知 根据你的产品品类不同 它这个里面的费用会有些上下浮动 到时候呢 您申请的时候我们就会确定你这个产品费用确认是多少 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关于收费的一个部分 这里面呢 是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有很多各大总部嘛 对吧各省总部包括今后呢各个省下边你有各市的总部 各市的这个这个分布包括这个县里也有分布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把这个我们 获取给你验证认证的这个费用当中 它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分布的这个这个进行 这个这个分认的分认 这个利润当中在这里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中国地方政府这边是参与国际绿色验证机构 就是我们在地方政府运用的过程当中啊会拿到12.5% 然后上面的按地区划分的参与机构也就说县里省里 这个这个市里省里按这种方式来进行分确 然后倒数第三这个部分的是各省市国际绿色鉴定机构 咱们也看到了就是各个省都有一个验证认证总部 对吧 这就按照省级别的在这里面分到12.5% 然后上面有各省市的参与机构 参与机构就是比如说各分大类的啊 咱们比如说这个食品类 那么验证认证的总部下边它会有一个各分类的那个部分 那个分类的就是利润分呢也是12.5% 如果在省里面直接做没有地方的参与机构 没有地方的验证机构出面都是由省里来做的 这个50%都是在省里总部留下的 当然下边运营过程当中机构越来越大 各个市里面都有这种机构的时候就会分12.5% 分给他们这点这个大家呢有一个了解 如果省直接来运营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完成 把那个地方的那个利润呢都是由省里总部 直接来获取的 在网上看的话就是各国际绿色验证机构 包括各相应管理的机构这里面约大概450个 这是指什么呢这个东北亚这个东北亚世界总部 这个每个世界总部里面都有各自的大的分类嘛 每个分类机构对他那个部分的12.5%来进行这个这个获取 包括我们各国际类的这是什么呢 像比如说东北亚还有这个这个叫这个东南亚欧洲 非洲以这些大的这个机构当中再拿到12.5% 然后呢最上边是由我们的全球管理机构 和这个各大的分类机构来拿到12.5% 就是获取我们这个利润的百分之一百呢 就是以这种方式每个部门都是按照12.5%来计算 如果你往下没有那个部门的话 由上一个机构呢 同时就是同时获取就是两个部门的那个收益 这方面大家呢有一个了解就可以 这个百分比啊是我们机构里面都是编程结束以后的 当一个项目完成之后他就会分别分发下去 分别就会分出去了 这点呢大家不必担心也不用计算 到时候呢总部就会按照这种方法 他会分配下去的 这个呢是在申请咱们IOWGCA国际标准绿色认证所提交的资料 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右侧这个部分 那个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服务 他是按照您是哪一类他这里面就会让你去需要哪方面的验证 方面这方面的呃提对于我们提供的资料都在最左侧啊 这个左侧的内容有的你就交没有的我们这个国际机构就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代替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您去补充那些资料 这个呢都会呃给大家提出来 所以这方面呃大家放心呃根据您的 验证认证的品类不同 所所取的材料也不同 啊这些方面大家有一个了解啊 这个评估的呃这个评估和确认的内容在这里面呃也都写的很清楚 说您一需要比如说第一项啊绿色产品啊这个的生产机生产基础啊 拥有这个叫资产工厂的注册证委托生产OEM合同 也就是说的这个国内外认证等等 这里面就后面写上用哪些资料啊 啊第七一份第七种资料第17份资料等等 前面刚才不是提过吗对吧 这方面呢就是有一个根据您产品的评估 范围需要哪些资料我们会呃在后面标出来 那么作为我们国际公务员的话 把这方面这个了解清楚他申请哪一类的就应该让他提交哪方面的呃这个 资料啊这一天这些呢就我们要呃自我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方面呃根据您呃这个后边我们会谈到您做哪方面的公务员 哪一类的公务员就会对那方面进行呃单独的专业的进行培训 这个是咱们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的这个各种申请书啊 咱们咱们看一下这个申请书啊我在后边也会给大家讲 你网上也可以完成然后呢你把这个资料打出来由我们呃各验证认证机构 把这资料呢转发给呃这个这个转交给我们的这个呃企业 让他们自行填表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呃产品的认证表 第二个这个叫技术认证的申请表因为你的总这个申请的品类不同啊 啊他里面填表的内容也就不一样啊这个是国际类的所以这上面有的部分呢 你都应该有填写 这个是咱们国际绿色服务的认证申请表啊 啊这这个右边这个呢是我们的呃这个申请国际验证认证的自我啊 提交文件表 就说我把我呃产品的企业的什么资料提交到这上面来 这里面都有 然后哪方面的你交了还是没交为什么没有等等这些呃打勾回答这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对那个这个产品的啊就是评估项目啊对哪些类怎么评估如何加分点分啊 这方面我们在这里面验证的时候都通过这种呃流程的所以我们对于验证认证的机构来说这些方法这些表格啊都很重要 然后这个右边这个呢是现场检测报告啊到这个企业的现场如何去呃进行呃确认 包括监督你的交付的材料是否呃真伟等等这方面内容呢都会有一个呃调查表啊调查报告 这个是咱们呃国际绿色产品验证结果报告署 对于您的产品全部全方位进行验证之后要把这个表格全部听清楚啊 啊包括我们这个后边这是呃绿色技术验证的检测报告 大家看一下这表格都不一样啊不同 这是对我们服务认证的结果报告 这边这个是对于我们验证产品的审议这个审议报告 这些表格啊对某一类产品 都要进行填写之后啊进行上交呃这里面有一个叫商业计划书就是您这个产品的品类呃您打算用这里面有表格的按表格填就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要出口呃出口呃出口到呃哪些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口等等有一个这个商业计划书把这表格填写之后呃交上来我们就按照您的那个预设您的推广方案 然后通过我们世界这个平台来向你向全世界进行公开 这样的话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产品你在全世界进行广告然后进行销售啊他有一个呃过程包括有些要求 由我们这个验证认证产品后的产品 或者产品技术还有你的这个企业他可以直接就向世界公开公布 然后进行了呃推广你的这个项目产品技术服务等等 这所以这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做完之后您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个路子已经都铺好了 您把我们的这个只要经过验证认证的项目通过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平台 我们会第一时间 或者是叫同一天向全世界呃进行公公布公开这样的那么你的产品呢就瞬间 啊就在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 我们都有我们这样的国际机构吗啊同时都会为为你进行推广 这样的话我们会节省很很多的这个叫推广成本 包括国际上很多做不到的事情啊我们都可以替你完成 好这是咱们对于我们这个呃个人啊这个这个什么样个人或法人 然后进行你的信息 呃搜寻的那个合约书啊 同意书就是我们 要向全世界公开你的项目的时候 很多你的当然除了那个私人的以外啊关于 产品的项目的这些方面 有些这个信息要向 全世界公布的我们要经过你的同意 在这里面呢 呃都写出内容来 你可以写哪个可以不公开哪个可以公开 然后呢 在这同意书上签字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 信息量 向全世界进行什么样公开公布的 这是我们 后续的 这几个表啊 这是我们收集利用提供 查询同意书 因为我们验证认证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对原来对你产品做过 检测的这些机构 会咨询 以这个国际组织的名义咨询 呃一主要是一个是真伪最重要的是那个标准 啊我们按照国际标准和检测出来的标准经过核对 核对之后 呃对你原有检测过的这些部分的进行核实 然后呢最终确定你的验证认证的这个 呃最终结果 这个的表格也都有 这方面写的非常细啊 咱们把这个里面细致的内容看完之后 呃就非常清楚了 这个是咱们这个关于认证产品的这个认证 时候 呃 补发 这补发的一些这个证书 啊比如说加分之后 会给你增加哪部分的 荣誉啊 荣誉证书啊或者是 对于您这个产品 呃 产品的要求 啊 这方面的内容了 添写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这个申请 添写之后呢 我们就会 实时给你添加各种 绿色标准的那些内容 啊会 加到你的那个一些荣誉 证书这方面 来进行给你这个表达出来 就给你办法 相应的啊 在这个这个国际机构认可的这些证书 这个前面都一样啊 是商品的也好 服务的也好 技术的也好 分类不同 罢了 按照每个 呃就是 里面比如说 某款产品 对吧这个 全世界都没有 全中国也没有 这个产品也没有经过认证过 呃这个这个 试用过但是您自己呢发明之后 对于我这个产品的 信息 呃会能达到什么对人类起到什么样作用的时候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补发申请书 您按照您 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填写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在问 说国际 标准认证之后到这个 各个国家啊有没有这个案例呀 对吧有没有这个销售过呀 拿我们的证书到国外好不好管不管用啊这些啊 我在这是我们资料里面截图的 呃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个叫绝缘清洗液 这个应该大家听说过就是带着电 来进行高压低压进行都可以进行那个 呃对灰尘清扫的这么一个液体 啊 这个产品 已经在很多国家都销售过啊 所以在这里面看一下我们在审议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已经确定这个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 厄瓜多尔卡塔尔印度 伊朗 等等 他说你我还有去这个这个这个 其他的什么这个渠道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后面继续 给你添加 所谓的叫这个出口 的这个标准啊 出口的那个 国家 国家的 类别 这类别都可以给他加上去 然后 这是刚才我们其中的一种啊给大家显示出来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 这个 验证认证之后 我可以申请 我自己想要去推广的那个那些国家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品牌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叫海外主要出口国家 啊这是2020年4月份为止 海外国际 绿色认证产品的 这个这个这个产品和国家 有这么多的品牌 我这是结了一部分啊 还有更多的那些 品牌 都是经过我们验证认证的 验证认证之后 与我们刚才我说了全世界 与我们 国际组织 然后这个宪法登记的 全世界197个国家当中 我们注册的是144个国家 也就是在这144个国家当中 你想 向哪个国家推广啊都可以的 对吧都可以 因为他们既然与我们签约签了这个我们宪法和 验证认证方式的这种 运作 方式就意味着认可 他既然认可的话 我们同意的产品 他就无需再去检验的 这就是我们 与其他的 验证机构不同一点 其他验证机构都在在某一个国家嘛 对吧或者是 像比如欧盟就在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 而我们这是面向全世界的 像这样 同时 像很多国家进行 产品技术这种推广的 全世界 独持咱们一家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很厉害但是联合国是 搞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种政治问题的对吧 他对这些经贸 这个世贸组织 搞贸易这方面的 对验证认证这方面呢 咱们绝对是权威 世界 代表世界也是权威的 这方面咱们大家 有一个了解就行 这个 是我们 我们验证认证 验证认证的时候 必须使用的这个流程 表格 还有我们验证那个 这个内容 我是载取的 大家应该要了解 我们有一个 标准的 验证认证指南 那个因为很多 如果一一去培训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 他也 那个签的不完 就是我大的方面 我提炼出来 细的方面呢 咱们有资料到时候呢发给各位 大家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前前了解一下 这个先 好咱们第四个 这个再看一下 第四个课件呢 比较就是 实用 比较实用的一方面 我们 上午呢了解一下我们IOWGCA的 概况 包括呢 我们验证认证 应该做哪些工作 那么说这个工作呢 我也 非常感兴趣 然后呢我也想做这个工作 怎么办 我得先申请国际公务员嘛 那么国际公务员如何进行 注册登记啊 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说 这是最 基础的了对吧 我们呢 在 网上也可以完成 在线下呢可以给当地 就是省总部就可以了 咱们就 国际组织的省总部 各省的总部 各省总部呢 在递交到我们东北亚世界总部 然后呢一层一层 一直在 这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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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发任命书的时候 才真正能达到国际公务员的这种程度 第一步 大家都可以看到 首先进入这个东北亚世界总部的网站 叫io-wgca.org 这个网站是国际网站 所以打开的时候 比我们国内的网站要慢一些 稍耐心等一下就行 一般等个三五秒 这个网页就进去了 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写了一个方框 点击这里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之后 看左边这个已经改成叫Chinese 是中文 平常你刚一进去的时候 应该是English 是英文的意思 你要把这个小鼠标点完以后 改成中文 以后里面出来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以中文形式出来的 然后点击右边这个 login对吧 login 如果点击它这里的话 会进入到一个叫登录页面 进入到这个页面了 进入这个页面以后 您不要直接在这里查找ID 如果第一次进去 或者说我现在要申请 这个时候呢 就点这个注册会员 注册会员这个名字 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啊 在这里面 刚才我说了 这是申请国际公务员的吗 所以就添您的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ID啊 你可以随便起名 这个ID是跟我们那个微信名 QQ名一样 虚拟名都可以 ID是这么写 然后呢 密码 你自己设定 然后确认密码 下面呢 就得写上 您的就是 这个名字 就是当地语言 比如中国 你在这里面就写上 您的姓名就行 因为您的个人申请公务员吗 就添写个人真实姓名 然后在这里面 大家记一下 当地语言 中文 英文 在中国添写的时候 你都写中文就可以了 不用用英文 再翻译过来啊 你就写 比如说您是叫这个沈在华 那就沈在华 中文也沈在华 英文也沈在华 这么添写 因为你在中国申请的时候 在中国这个网站上 是他认可的 往下地址也是一样 地址写完之后 中文英文 你就都用中文写 但你还不能不写 一定要写上的 添完就可以 添完之后呢 这个 ID选名的时候 你看大家右边有一个 叫什么呀 叫重复验证 ID重复验证 是看有没有同名 如果同名的话 它就会退出来 你更改姓名就可以了 更改姓名 这个呢 就我们登记 任何表格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方法的 这个添写完之后 下面有一个退出 就是退出以后 也就是说退回到首页 退回首页以后呢 看到咱们第三个 还点这个就叫 对吧 进入到这里以后 重新会进入到这个页面 就刚才我们第二次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不点会员注册 而是在这里面要直接写入你刚才编写的ID 然后密码 然后进行登录 这样的话 你就会进入到申请公务员的那个表格当中 进入这个先程进入以后 它就会出现这一个页面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看这个上面的小文字 红色为国际公务员申请的那个栏 成员这个登记栏啊 红色的 就左边第一个方框 绿色的是产品 然后技术 企业的这个叫什么认证的时候 都在这里面填写 产品 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 绿色企业 绿色服务 在这里面进行什么呀 填写申请 叫绿色的 最边上蓝色的这个 我们后边会讲到是验证师 验证委员 就是我对这个这类产品非常有研究 甚至我在国家哪个监测 就是检测部门待过 这样的话我会申请咱们国际 验证师 国际验证委员 你就点击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框 根据您的需求 申请哪个 你就按取哪个就可以了 咱们这里呢 看一下 进入这里以后 我们看 进入到红色这个 红色这个圈以后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他的里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填写啊 尤其是到这个国际 这个叫博号代码 这个国际 国际 博号代码一般都是空的 您呢 点一下这个黑色的键 查找 查找找到86 86是代表着中国 咱们中国的那个区号 国际区号不是0086吗 找到86 点击上 然后这个国际 这边呢 有一个查找 点完以后 你得找到China 中国 点这两个的话 是其他的内容 咱们就跟手机填表一样的 就这两个要注意一下 要找到86 和这个China 这两个名称以后点进去 手机号码呢 它很简单 就留下来 再往下 点击查找 这个序号 在下面看一下 这个是基本同意 这里面呢 这个必须要填写 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 后面必须的这个栏 要点上 必须点上 你不点的话 后面那个前面写多少 后面什么都进不去的 就是同意 IOWGCA什么隐私政策 同意了这个东西 点必须啊 都给点击 正确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面写的 序号49是什么的 86这个不好找 因为全世界各国的编号 都在那儿 它那有一个序号 123456789 你找49号 就是86号了 包括这个国家也是一样 序号里面找49序号的话 基本就能找到 tun这个字了 tun这个字 这个表格填写完以后 就会提交 提交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都会有一个 就是 积交之前 有一个叫这个栏 就叫AGR EE 要点击它 这是指我们不可撤销 里面那个所有的内容 限章 你要服从 等等这方面的内容 必须要填写的 如果不填写 这个申请资料 就申请不到 然后里面表格的内容 很多啊 但是黄颜色的 你必须要填 就是那个 那格里面戴黄色的 必须要填 如果不 那个不填 这个递交申请 是不能成功的 最后呢 提交 申请 您这个整体的这个流程啊 就 结束了 就结束了 像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 第二个方面了 这国际标准绿色企业啊 产品技术服务的 申请流程 就是我们申请验证 认证的时候 用这个的 方法都一样啊 进入到我们这个 网站 然后呢 点上 那里 进入页面 还是这一页 再点击 注册会员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前面 本人这个ID 从我这个跟写的方法一样 最好是 在这里添写什么呢 你不是产品企业 还有品牌 这个这个服务啊 对吧 这样的话 就把你那个商标写上就行 比如说 这个产品叫什么 王哈哈 这个名字啊 就是你申请的时候 就叫王哈哈 这样的话 从名的可能性很小嘛 对吧 就是对你商品的名称 做成昵称 来进行选择的话 重复率极低 然后密码设定 上面下面这个位置呢 原来不是填写个人姓名吗 你现在是对你的企业产品技术服务进行流程的话 这个名字里面填写企业名称 不要写个人名称 标准你的企业名称 在里面填写完整的啊 完整的就什么什么有限公司 跟营业执照 一个字不能唱 在这里面填写 在这里刚才我说了 黄马和白格和红格嘛 对吧 这一点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黄颜色的那格必须要填写的 好了 然后呢 退出来 退出之后 再重新进入到这里 然后呢 在这个ID里面写上你的企业 就你刚才起的那个 那个昵称 就是上面你对产品的名称也好 你的品牌也好 然后密码设定的按那个进入进去 进入之后 就会点击 您不是要申请产品 技术来以后这个企业服务吗 点击绿的这个 绿的IOWGC 点它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面一样 要点击找到49号 然后找到国籍 这这天写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中国 如果是那马来西亚就马来西亚 总之在这里面 全世界的国家都能找到 全世界的国家都能找到 然后这里后面有没有什么成立年份 就是你的公司成立年份 在后面填写就可以了 好 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项目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呢 一般都写法人嘛 但是在验证认证的时候 缺少什么资料 我们会跟他这个人联系很多 缺哪方面资料 要使用哪方面资料 然后没有的应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不要写法人的姓名 写这个项目专管申请人的姓名 比如说这个项目由谁负责 写他的姓名最好 因为这个不是给他注册他的名字 是我们国际组织向他索要 相对应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联系到他 所以这里面是要写负责人的申请资料 不是什么专利人的 或者是法人的电话号 是非常容易找到的这个人的电话号 24小时都可以通话的人 里面的那个内容也有很多 但是在进入到这个栏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本身标志的国际绿色公司 点开以后 这里面你看有一个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 是吧 咱们绿色公司还有绿色服务 这个您选择哪一类 申请哪一类 就选择哪一类就可以了 这个一定要记清楚 这个如果不点 您的分类就出不来 分类出不来呢 对你那个验证的那个所有的那个 添写的资料啊 就对不上了 都对不上了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基本同意 跟刚才一样 在这里面写的是同意执行 咱们绿色宪法 责任和认购申请 包括同意IOWDC的隐私政策 这个后面那个必须啊 你是要点上的 要不点的话 也不予承认啊 不予承认 然后都添写完之后 还是一样啊 再按一下这个AGREE 这样的话就 就可以把你写的资料进行了提交 提交之后呢 我们就会可以收到 收到以后就会整理资料之后 你缺少哪些文件 然后就会跟刚才所谓的联系人 和你是申请公务员的话 就会跟公务员本人呢 就会做详尽的了解 详尽的了解 然后说明 包括该培训的培训 通知你的时候呢 就都会通知你了 这个是我们 作为这个国际组织公务员 还有申请这个绿色 这个企业产品技术服务 这方面的内容 还有刚才那个后面蓝色的 我要申请验证师 验证委员会 可以的 你就点那个蓝色 方法都一样 方法都一样 在网上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内容 需要休息一下吗 一个小时 接着先来吧 接着来是吧 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下国际公务员的培训 国际公务员申请之后如何培训培训哪些内容这方面呢我给大家了解说明一下啊 咱们这个是IOWGCA 这个宪法当中也都说了是发掘 挖掘发达这个这个国家G20发展中国家联合体G77 贫穷国岛国气候环境和对人类有帮助所有的技术商品服务企业 学位 对吧国际资格等 把这些所有我们发掘出来的项目通过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物流代码国际绿色验证认证国际绿色企业资产评估国际契约确认等用这些制度啊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绿色环境和绿色生活等把履行IOWGCA 作为IGC认证的国际绿色技术商品实践责任义务作为我们资源的目的就是作为我们公务员是帮助他们把这些分类的这个这个品类 然后通过我们的什么样物流代码呀然后验证认证了还有这些绿色企业把它评估出来以后通过国际渠道啊来进行资源他的 产品能在更多的国家来进行推广的这么一个目的 实践IOWGCA气候环境宪法是为了培养出国际绿色经济和气候环境协调发展 具备的具备国际眼光的人才 呃现在我们做企业一般都是说这个 利益角度也好啊为我们 这个本国公民本国人民做什么贡献也好 但是在咱们的国际机构当中你的眼光就该放的更远一些 市面向全世界的国家 全世界的国家 还有地方政府 企业国民 来运营IOWGCA 国际绿色经济发展的全球 主导 培训教育的 所以呢 咱们受过这个 专业的 公务员 培训之后 我们就会 做的每一件事情 并不是为了什么某个人 或者是每个某个民族啊 他是为了全人类的 包括 全球的这些企业 进行 帮助 那么我们教育 领域当中啊 教育领域当中包括很多的我们类型啊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能够 评选出 教育方面 的这些 这个 人员 就是 人才 这里包括大家看一下公务员的国际教育 国际法律学校 国际绿色技术交易师 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师 国际机构运营师 国际期货商品交易师 汽后环境期货 汽后环境世界汽货交易师 国际机构会议师 国际机构税务师 国际劳动师 劳务师 国际鉴定评估师 等等等等 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包括 无限的所有的所有的行业 都可以进行认证的 这里最后看一下所需的一切领域进行培训 那么在这个这些培训 那么多的领域 对吧咱们国际组织的这些人 某一个人也完成不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 下面国际 绿色经济发展全球领路人培训 是为各国家培养专业人才 需要两到四年时间通过线上线下 集中培训把课程 缩短成短期的高效的教育课程 我们现在你看上面所的 举个例子啊 什么这个税务师啊 什么律师啊都有 是咱们国内的嘛 在咱们这里呢 经过我们的 这个教育培训之后 就会变成国际律师 国际律师的话 他可以到任何国家 只要登记以后就可以进行 他律师的这个 服务啊 律师的服务 包括这里面说的什么律师验证师也好 认证师也好 学士也好 硕士也好 根据您的 这个这个 原来的资历不同 学历不同 经历不同 可以申请不同的管理师 申请不同的管理师 然后 在我们这里经过认证之后 世界上也予以给你认可的 这么一个 培训的那个内容啊 那么这些 这些人 上哪里找啊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国际公务员 根据您的特长 找相应的人才 然后到我们国际机构来 就可以了 IOWGCA是为了执行国际 这个绿色公务 这个需要接受 IOWGCA各领域国际专家的培训后 经过考试 才能获得正式的教育 证书 和国际资格证 才能够授予 IOWGCA成员的资格 那么这里面的是经过一系列的要求的 首先是资料审查 国际典型标准在这里面呢 国际典型标准 比较 就是 典型的一点 最要的是什么呢 在国内什么五年无犯罪 国际证明 对吧 在这个国内没有这个伪劣行为等等 这个叫国际 典型标准 资料审查 是你 这个国家相应的资料 他都会 作为相应的 监督检查的 第2个相关地区的面试 比如在中国的话 到在中国的相关总部 比如说我在甘肃呢 就到甘肃总部 北京就叫北京总部 然后像天津就叫天津总部 在那里面去进行面试 然后呢 这个 对我们 你的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 人生态度啊 这些方面都有个了解以后 因为 做咱们国际机构的事情嘛 毕竟是 对全人类负责的 所以这个人的状态也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才行 3的IOWGCA各领域 这个 各领域 这个培训的这个这个各领域教育培训啊 这拉了一个育人 各领域教育培训 通过最终的评价后 授予各领域的工作资格 各领域就是指你 这就是常用的那方面 比如说 我适合我原来做个老师教师 那你就做国际 教师方面的这个工作 这样 然后呢 第四是IOWC员工 进行任命 并与授予资格 经过 全程的培训 满足IOWGCA需要的条件 根据最高理事会 会议结果 授予 IOWGCA 任命状和资格证 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给 让您做国际公务的一些工作证啊 名片呢 受任命书啊 对吧 工作证这些东西 然后开始执行国际公务 但是第六点呢 是每年要接受两次以上必要的教育课程 这方面 就容易达到了 只要自己 看了这里面内容啊 只要自己想要做 基本上没有 卡壳的地方啊 都可以行 那么咱们看一下教育的对象 第一 这个三 这个34个 34个 这个省级行政区 和特别行政区 包括我们这个叫 3000个就是二线三线城市都加起来啊 这个范围内都可以 也就是在中国范围内都可以的 第二 教育期间 事前教育大概三周左右 事前教育就是上网站 了解然后对我们的现有资料进行了解 这个叫事前教育 事前教育 然后呢 想在我们国际机构成为学士 学士就是我们大学生一般都发学士证嘛 就是大学级别的 必须在这里面呢要学一年 并且呢发放学生卡 然后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 在我们国际机构学习一年以后 会给你我们国际组织的学士 这个这个证书 这个一年过去以后啊 过去以后再用两年时间 达到国际 这个硕士学位就国际组织的硕士学位 同样需要两年的线上线下 这个学习时间 三年过去以后再需要两年半 一共大概需要是五年半的时间 可以达到我们国际组织啊 这个 绿色博士的这个称号 在这个两年半当中 也是一样发放学生卡 然后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 也就是说像 部队里面 这个军衔长是一样的吧 刚进去 士兵 然后慢慢的什么少卫 中卫 上卫 这个差不多 只要是你的 这个年头 在了 在我们这学习到位了 这会儿 这个证明啊 是 给您 发放的 给您发放的 咱们看一下了解这个名称IOWGC世界知识 知识产权管理师 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师呢叫WIPM 前面是IOWGC咱们国际组织 内的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这个内容太多了咱们就看我红色标那个部分 如果在我们这个获得我们这个资格之后 在我们IOWG 取得IGC及IOWGTO环境宪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世界国家或地区 为IOWGC 目的事业 而设立的国际资格证 他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整体 宪法里面所有的项目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 这方面的涉 涉入方面都会有的 然后 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IGC分类代码 认证的全球所有领域 IGC国际绿色商品 连技术服务企业 国际资产 资产 资产资质评估 IGC 各领域 硕士以及 以上 机构推荐 在IGC国际验证师 全领域挖掘和教育 涉及整个社会的国际资格 国际经验证明 国际学位 对国际绿色技术产品 在国际 绿色产品交易所进行交易 全球出口 进口的管理业务 各国相关机构 各 总部的CCGI 机构 进行 GGG公务 这个咱们学那个英文的时候 学过对吧 GGG就是指 全球绿色企业的意思 管理所有绿色企业 并在 相应的IGC企业内部 认证范围内 面向全球各国执行公务 这点大家应该 这个有个了解 咱们 比如说我是这个河北省的什么 总部 业务不 仅局限在你那个省内的 这个 业务范围 在国际上 你说我要去其他国家去做也都可以的 其他国家的业务也可以 往这个也可以去 这个进行公务的 对履行职责的机关企业 国民 可以资源国际机构 包括国际协会 法呢 进行 监察公务 因为我们 这个 宪法里面规定的内容跟世界法 都基本相同 都包含在内 所以呢 可以 在国际上进行 监察的公务 尤其是像环保这样的 大类的项目 我们都可以做的 然后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看红字 红色的那个部分 取得IOWGCA 教育 结业证和国际 资格证后 执行国际 和国内的管理业务 在这个国际 那个 您的教育证和资格证啊 大家后面看一下 必须获得 Apositive 认证啊 这个是指当 就是你那个当地的 那个大使馆 司法部 外交部 都要进行 盖章 认证公正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国际资格 是你这个国家也都认可的 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这个 Apositive的这个认证 在国际上才是认可 如果没有 这些包括你本国的外交部 司法部认可 你这个公务也不能做 但是这个呢 都是用我们国际组织 来替你完成的 这点大家 放心啊 是我们国际组织 不是你要拿的资料去 到那些部门去审批 然后IGCM 大家听说这个这个 听过是吧 这是验证 就是认证部门的 管理师 认证部分的管理师 那么我们在这里 大致分为什么 线上线下 工资领域的运作方式 与IOWGC IGC 认证领域相同 只不过呢 他把这个 分成几大类 像 国际类的 国际管理师 我们把它叫 IGCM 如果 在你这个 比如在国内 国内的管理师 叫 NGC 按照区域 就是哪个省的 对吧 哪个省的管理师呢 就是 CGCM 就是 IGCM 是国际上的 管理师 然后呢 每个地方 都得有一个 做这样工作的人 这样的话 他就有一个国家 还有地区 这么一个分别 其实总体来说 都是叫管理师的 只不过按照 行政区域的 还是国家的 还是国际的 这个区别 最终呢 IOWGC 这个教育课程进修结束后 接受的文件必须是 各教育机构执行委员会 决育完成的文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每个人做任命之前 必须要参与这个教育课程的 打个比方说 就像这次一样 这次呢 咱们弄完以后还要 这个笔试 笔试 进行考试的 如果填完 然后呢 这个教育机构的人员 确定你参加了这次内容 也经过了考试 合格之后 才把你的资料 结证啊 资格证啊 会递交到 那个国际总部 国际总部看到这些 才给你办法 所相应的这个证书的 如果你要没参加 没考试 没得通过教育 这个呢 如果要是 就像出勤表一样 没有的话 你那个证书也下不来 国际 国际世界总部 他是不给予审批的 不给审批 已接收的这个文件 今后如需境外活动 在这里 大家这个 请注意好啊 注意听好这个地方 已接收的文件 如 如果啊 需境外活动 申请单独出差 命令 苏时 根据IOW这些规定规范 推荐 等 IOW工作程序 将获得 国际 公 国际公正 及司法部 包括 Postil 就是那个 认证 那个公正 对吧 加上我们的 外交领事 这些许可 都办完了 您才可以 做这个 出国的这个手续 那么这个手续呢 大家应该要明白 我要的业务要出到 国外 去的时候 向咱们 国际总部申请 国际总部的就通过下面一系列的 工作认证之后 会办法我们国际组织 单独的 这个叫 这个 护照 这个护照呢 都已经设计出来了 非常漂亮 这个护照呢 我们自己做完以后 在各个国家 进行登记就可以 像咱们国内也是 登记这个护照也是管用的 因为 咱们已经认可了 咱们这个国际组织的 宪法了嘛 对吧 所以他的 登记完之后 他就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国际公务员的护照 这个呢 就有很多的优势了 这个过后咱们再聊啊 这个一过后 这个优势 非常的强 一般人拿不到 只有我们国际组织 才可以拿到 三呢 要想成为IOWGCA 这个是WIPM 刚才我说了 世界资 对吧 世界 知识产权管理师 讲师的时候 在被认明 IOWGCA 正式公务员后 才可以申请啊 连公务员都不是 这个讲师 你是申请不了的 还必须通过额外的培训 才能获得讲师资格 第四 所有的IOWGCA 这个知识产权管理师 培训 可以在每个教育机构 至少五人以上的情况下进行 就是 每个教育机构就是指比如说省省 以省为单位 要申请这个讲师的人 如果要在五人以上的时候 才可以进行 单独一个人这个是 不允许 不允许 第五呢 IOWGCA按各州 和 这个 R 这个 并D 是 最高理事会的意思 世界各大州 然后最高理事会 12个代表 部 然后14个全球总部 72个资源总部 将负负 这个 知识产权管理师讲师的工作 这个意思 教育时间和内容呢 一般咱们分为叫120个 120个小时 90小时呢是在线和预培训 就是在自己了解国际机构的这个时间 加上12小时的线下 出勤培训 其实这次 要不是疫情的话 就是在线下完成培训了 按照每天4小时计算 大概要3天 线下教育 12小时 在这里面分为什么 第一天了解ILWGCA 大概4小时 然后 第二天了解我们ILWGCA IGC的一些业务就是验证认证 所有的那个业务一般要需要4小时 第三天IGC国际标准绿色验证课程教育 包括进出口工作指南 期末考试等等 加在一起呢一共需要12个小时 这是我们 一个标准的 培训时间啊 然后ILWGCA IGCM资格教育培训就是对我们 这个这个认证 认证流程的这个管理师 对整个认证验证的流程 进行管理的国际公务员呢 是这样的取得资格后 执行的业务 执行什么样的业务呢 IGC国际绿色产品技术 服务企业的 发掘 就是寻找 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企业 这么理解就行了 就是 您了解哪个行业 就找哪个行业的 就是绿色技术 就可以了 IGC国际绿色技术 及产品 验证及认证 这个流程 的资源工作 这中间 应该需要 什么样的 资料 这 这都我们详细了解 之后 我们去 这个这个 找到 绿色产品技术 企业 这样的时候 向他 索要 需要的那些文件 索要这些 我们国际机构 需要的文件 对负责的 IGC 国际标准绿色产品技术服务企业进行管理资源 我开发了一个两个三个多了以后呢 把这些 申请的这个绿色 项目都进行管理 比如说管理产品的人 管理产品管理技术的人专门管理技术 是这样 对IGC国际标准 绿色认证产品的进出口流程 交易所告牌 也就是说我们验证认证 以后的产品 如果我们的商品交易所 不是期货交易所商品交易所一旦成立 只要验证认证过后的产品 都可以在我们那个 绿色 商品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 那么如何交易呢这里面就需要一些 这个 交接啊 包括需要的那个流程 这个都要进行学习的 包括国际绿色 基金桥梁 这个国际基金桥梁啊 是我们国际上有大的什么项目 然后呢通过我们国际组织 以国际组织的名义 然后用我们的绿色基金 来进行做这个项目 项目的投入等等 嗯大家都知道 过后啊我们把期货交易所商品交易所 一旦成立 他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那么有那么多收益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在贫穷国家 或者需要绿色建设的国家 进行投资 然后呢管理 收益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运营的 所以 我们 这个国际组织 今后有很多的国际项目 都会在我们这里进行 合作的 咱们这里全面资源和管理然后国际 公共事务的跨境资源和管理也都是由我们这里完成 IOWGCA就是 这个世界知识产权权管理者 是在每个领域 每个国家 都可以进行发掘 发掘完以后呢我们来管理 然后再对全世界进行服务 这样 成了我们的公务员之后这个是一个是授权书 一个是任命书 我们 国际组织一旦承认你成为国际公务员之后 刚才说了学习 培训 这个都结束之后 就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授权书和任 这个这个这个任命书 然后呢 这里上面 这是名片 您申请什么样的 位置的工作 名片 我们设计好 然后印好之后 发给你 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工作证 工作证你是说 我要做这个 验证师 还是认证师 还是我在 商品交易 比如说我商品交易 这方面比较长 然后就商品交易 议长 等等 下面有72个资源机构呢 在那里面你选 我要当这个议长 但这个 当这个委员长 这都可以 当然了得经过面试 合格以后 B这个完成了 学习 结业这些都完成了 总部就会给你 颁发这个国际 这个工作证 国际工作证 拿这个工作证呢 可以到这个 你在所在的区域 国家都可以进行 运作 这个呢 因为我是 15年就开始做这个国际机构 一直到现在 已经 超过6年了 所以国际 组织这个 这个在咱们的总议长 就给了我这个 国际组织博士的学位 我在正常的学业呢 没有博士 毕业 但是 在国际组织当中 拿到了这个博士的 学位啊 我自己也感到挺兴奋的 大家如果坚持 6年 也可以拿到这个证书 好这个课程呢 就到这结束 还有还有两个过一会儿再弄吧 还是直接都来啊 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吧好吧 嗯 休息十分钟 给大家 来 我现在说话呢 他们都能在家吗 放在这里 刚才证书大家都看了啊 如果获取到国际公务员的时候 都能拿到这样的证书 这个证书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就是我们陶毅地长 他是二丁黑龙江党 是他的证书做一个借鉴 我手里拿的这些文件 就是刚才我们省议长所谈到的 这些工作是总部来做 包括东北亚总部和世界总部来做的 都是大家去做的 那么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公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正 法部 外交部 各个国家的领事馆认证 这些文件全部都是总部来做 是我们来做 那么各个省的一把手 今天我拿出来这些文件 九套文件 每套都是各个省给你们各个省准备的 已经认证完毕 这都是我们国际机构最高理事会所做的工作 那每套一个省 一个省 这个这是九本 九本有三百七十套文件 所有的文件都经过我们公正 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等着休息十分钟之后 好好再听一下省议长讲解 最后我再跟大家说一声 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 这次虽然是开建考试 很重要 我会通知所有的议长们 什么时候学习 什么时候必见考试 很快这个流程就要下来 请大家注意啊 简单说一下 先大家先休息一下 这些文件来得很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谢谢 这些文件来得很不容易 这个自由种不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 任何人做不到这个 这个文件 你看这个 这是九本 这是九本 九本它就是每个省 虽然这是一本 这个九本 是这个 370号里面 装载的370号里面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现在都在 这个地方 我主要就是拿出来 这个给大家看 这个是给各个省准备好的文件 也就是说何别省 像咱们这个地方 它就有这个 一整套的国际文件 上的这个 然后以后 跟政府对接 跟各个县市对接 都需要拿这个文件 你把那个严律庭那个声音打开 都给打开是吧 全都打开吗 嗯 在哪里 严律庭 怎么能听见 你把声音打开 声音打开 这回呢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我的声音也打开了 哦 喂 不好意思 我的声音刚才的关注 现在我打开 我跟你讲两句啊 上个上得很好啊 好的 说吧 我们总议打开 不是说啊 那个我们 国际服务员 你们给我们办好了 北大航 严律庭 你好 你好 非常重要 打个稍后 总议长 总议长好 我见到你很高兴啊 哎呀 哎呀 很难得 辛苦了 对对对 不是你辛苦 你辛苦了 我们盯着 辛苦了啊 好 对 好嘞好嘞 谁 沈赞华 沈赞华 你这个国际联盟合作手势有吧 这不现在要讲吗 对 好了 说特别是那个 特别这个国际手册 严主席你要好好听 这是将近国际财业联盟的问题啊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正常的谈论 他说的韩语是否正常的谈论 正常的谈论 所以韩语可以吧 我们都听得懂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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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能不能听得懂 谢谢 新闻长官都很棒 我已经很棒了 我已经有证明了 我已经有证明了 全部都已经有证明了 是的 他说刚才录音的资料都已经在国际网站上都已经公布了 好 那个演艺长 你好 那个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这个 我把那里面重要的部分给提出来了 我没全讲 就把重要的部分讲一讲 不知道讲得好不好 不错的地方你给我就认过来 他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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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我死都听的 我们的刘律强主席讲两句 好 行行行 是 声音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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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那个 刘律强 对 好 来 通了 一直在听课 也听到总议长的声音了 听到了沈在华议长的这个讲课 这才知道 这个 对 包括宪法的学习 包括今天公园的学习 这个如梦初醒 我们才觉得这个国际组织在这个 李董议长领导下 真是非常非常伟大 不知道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这么神圣 我们决定好好做 把这个组织 所有的东西能推向世界 我觉得这个在总议长领导下 和郭总议长领导下 应该会做的会很好 我们希望二十大以后 希望你们进军中国的时候 在中国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发挥 包括我们把对俄罗斯 乌斯卡 对俄这块整个独联体国家 上海组织 我们都把它团结起来 也算我们国际组织成员之一 这个世界下一步 怎么样 我也不好说 我们希望都变成成成员 对俄罗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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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s由于他们朝几个封何澄清 Wine 还有俄罗斯卡 在那方面的共产有关, 现在亦比较多了美国全国的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里一起努力。 然后我们的国家。 您是您的?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我来哈尔滨 快点时间 哈尔滨 时间 있으면 오시랍니다 感谢 非常感谢 특히 河尔滨 喜欢 在这里 这里都已经 打开了 所以讲话 所以说 把声音打开 现在 在这里讲 所以可以说 哈尔滨 冰灯 非常好 非常好 맞죠 맞습니다 哈尔滨 冰灯 非常好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它也是 世界的冰雪 世界 世界的冰雪 尔滨 尔滨 哈尔滨 冰灯 一个 哈尔滨 冰灯 一个 世界这个 大 有名 韩国 的 我们很想把 哈尔滨的 冰灯 技术 冰灯的 这个 规则 通过 这个 我们 这个 我们自己的 绿色机构 的 这个 制定的标准 把它向 全世界 推广 这已经 在 进行中 对 哈尔滨 冰灯 现在 我们的 国际 和 国际 公司 的 公司 和 公司 全世界 都已经 开始了 最高的 世界 最高的 世界 最高的 它说 它是 世界最强的 最好的 最好的 对 現在仲在把元宇宙和我們這個氫的能源 就是包括我們今天學習的氫能源 還有5G的技術和AR和這個冰雪電競和冰雪的這個娛樂 複製到一起 將軍勃監推過 完了之後 還有沒有分 複製的天然 現在我們都已經核大技術 然後呢 我們會進入當國際機構的這詞 那好多 那這個先生 歡迎啦 我們來和你的名單 關鍵的國際機構 也是 哪儿呢 我这样没看 等会啊 好 好 好主任好 好主任来了 好主任好 好主任 好长时间没见了 我从事故事在京队 我从事故事一样 耳濡一新 真的是很好 这个总议长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完成的 真的是就像 所有的这个宪法 大家讲的这样 是要 它叫做世界负责 是要把世界最好的东西 各国最好的东西 大家互相交流 其实我们现在呢 准备了很多很多 好的东西 希望通过这个组织 通过我们这个组织 将来的话呢 有趣的 我们现在的组织 会有什么事 我们今天 有什么事 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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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组织 有什么事 所以,在每次的域,在在康尔,川普的国陣制建设法, 我保持到全民的社群企供大力, 他们都要允许 lata股部的重点, 正是,你现在看着自己的一个基本, 你也看着自己的一个基本, 人们在目前为了用渠的世界, 我看着自己的基本的组型, 一般从菲尔尔去去吃兵, 我认为我们有什么事,我们有一个个人, 我们有一个人一起进行行行动, 我认为我们有好事, 是的,是的, 我认为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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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认为这个事, 我认为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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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上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希望做一些 還有社會的 在國際上有很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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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個作品 你當船長 現在在國際上一個月的我那麼好幾張展望 好幾張 現在呢 目前據我所知的 目前在國內國外 特别是在国际上的一些基金 一些资金 非常的希望进入到我们这种绿色产品 还有一些绿色机构里面来 但是呢 怎么进来 我觉得呢 我们这个会完了之后呢 也可以讨论讨论 将来的话呢可以讨论讨论 通过我们这个国际组织 如何把目前在国际上的 这些散落的抗日制呢 有一些有名义的资金 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绿色产业里面 支援我们各个国家的绿色产业的生产 现在国际上也有很多 编译吗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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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说证明是光级的领域 所有的领域照顾应该领域支援的领域 是的, 教育要领域 教育如果不领域那个领域 所有的领域都要领域 他们说 是可以的 以防激行专 Aman的领域 必须经过教育 经过资金领域的教育 如果不然的话 进来投用这些资金以后 很多人都得进去了 都得进去了 所以 所以綠色銀行 我講的是跟目前剛才你翻譯的 那個剩兩個億 不是這個 我剛才怎麼講的不是這個 那些基金你想要進入到 投資綠色項目裡面來嗎 這些資金是在什麼的 我剛才講的話是需要一個平台對不對 對 國際上的話是需要一個平台 但是這個平台通過我們國內的平台它很慢 但是通過剛才不是講了吧 通過國際組織 這個錢不是進入到 雙三的兜裡邊 零四的兜裡邊 是進入到我們國際組織裡邊的機構裡邊 那這裡邊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什麼的 我們用在什麼地方 這個用在地方 剛才說的話 這樣會 培訓是培訓 不等於培訓 就懂得這一塊的業務 但是的話呢 我們講的 完全全的 剛才翻譯過來的 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這是在國際上 現在呢 有很多的資金 其實這些資金 我們通過新加坡的基金 新加坡的或者是其他的 我們也在有序的 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說 這些資金還可以進入到 我們的這個 綠所組織平台上來 你看一下 對 所以 那些資金 不是不一樣 可以用來 正常的資金 可以用來 我們現在的國際機構 不不不不不 我們國際機構 我們國際機構 可以用來 我們國際機構 用來 我們國際機構 用來 做的 所以 那些資金 對 那些資金 沒有問題 正常的資金 就是 合法的 以外 用GGG 就是 綠色企業的 項目 以這種方式 進來 運營的話 就沒有問題 不可能 以這種方式 沒有全部 都沒有 這樣的話 按 如果正規運營的話 這個 世界上所有的資金 其實都是 綠色基金 用好的話 都是綠基金 用不好的話 就出問題 對 我說 您的什麼 這個問題 那個 混加討論 在華 這個 這個問題 混加討論 這個 怎樣 西加村的 LOV 旅主席 聽見了沒有 那個 你忙完了之後 你給那個 全街 去賺錢 這 把arı 命關掉 好啦 好了 朕議長好 郭議長 沈議長好 各位議長 大家下午好 太棒了 我是上海 旅江雨晨 很开心 很高兴 由咱们的总部进行了这样的一次特制的 而且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专业性的一个培训 希望这样的培训在日后的过程当中 会多出现一些 各位议长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助于我们每位议长的专业性 和对我们的国际理论机构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和认知 好 谢谢大家 我会用心地认真地向大家学习 谢谢 是的 给你讲一下 江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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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池 今天是江池是江池是江池的 这些是港池是江池的 对方若有好关于你的社会 以后的教育都要有一个学习 活该多联合可能更为了 我们的社会的社会多联合 更是更容易痕运 以后的教育多联合 想要比你更多多的投射 比你更多的投射 那现在我们需要学习行识 以为是这样做的 教育你是 比较有细�的 荒液体系统 为 真实的老师 老师要调查 人们要求 他们议士的 我们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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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们这个总议长说 咱们这个教育的目的 是让更多的人呢 正值 然后想为这个国际组织 为国际组织 为人类做贡献的人 为了发掘这样的人 然后做的咱们这样的一种 这个教育 包括咱们这些所有的内容 他们现在有很多 你看资产权都叫别人抢去了 或者叫 抢别人资产权的人 用我们的国际组织名义 做别的事 就这样的事情就不好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就咱们这样标准的内容 然后如何运作 国际组织的这个事业 是为了让更多 政治的人聚在一起 确实为人类 把更好的技术 推广给他们 推广给世界各国 以这种目的来做的 这种教育培训也好 作为我们国际公务员也好 他是这样一个目的来做的 理� eli 理智同志 对 因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绝对对地球包括到人类都有帮助的这么一个视野来看 所以我们要挖掘这样的人 按我们标准的运营国际运营方式来进行的话 就不会有现在资产权被掠夺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好然后按标准的模式进行运营的话 是我们国际组织最大的荣耀 也会做得越做越大 愿意 好的 谢谢同意长 然后会议进行 进行完了之后我们再讨论 在会议进行期间有件事情公布一下 为什么刚才喊了一声吕嘉宇诚 让他说两句话 他是IOWGC IT36513基金会的主席 在中国一年当中 2021年所做的公益事业突破了500万元人民币 我们表示欢迎出了 好了 现在会议正式进行 好的 来联盟 下面内容是我们IOWGC IGC 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 这个联盟是我们国际组织上午谈到IGC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企业的认证 所有企业在绿色认证成为国际绿色公司的时候 必须要纳入到我们绿色企业产业联盟里面来 进入到这里以后 我们进行统一管理 包括尤其对企业的扶持 这方面有很多的政策 下面我会简单的 这不是大家手里都有资料 我把简单的重要的部分 我提炼出来了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位是我们这个企业联盟的法人 叫盐玉婷主席 也是我们产业联盟的创始人 也是我们的这个联盟的主席 也是法人 这是我们国际机构颁发的任命证书 在这里面有各方面的 大家看这里面的支撑很多 我在这里就不读了 因为咱们主要的目的是介绍这个联盟 但是盐主席是法人的 这是允许成立法人机构的许可证 国际机构颁发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企业联盟的总则 这反映一点吗 这个联盟的全程名称啊 叫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 联盟的性质 是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 是由积极投身于 国际绿色技术产品服务产业 从事国际绿色技术产品服务 及应用的研究开发制造 服务的企事业单位 及有关机构自愿组成 非盈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 联盟的宗旨是 遵守法律法规 遵守社会道德规范 贯彻执行国家 关于国际绿色技术 产品服务产业 发展的方针政策规划 协助政府提升 产业整体的技术研发水平 及制造水平 促进在中国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健康的市场 维护产业和成员单位的合法权益 联盟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 联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 联盟总部设在联盟的秘书处所在地 是哈尔滨香方区长王路1069号北大荒创新创业大厦10楼 这个总部我也去过相当的漂亮 咱们的服务宗旨是绿色气候专业领域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验证认证技术服务学位资格证书 第二是绿色低碳产业项目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 第三绿色生态产品的销售 第四帮助企业完成国际绿色标准绿色认证 提高企业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 第五是为企业信用评定等级 第六为企业做破产清算和重组 第七为企业做资产评估 财务审计禁止调查 第八企业资产评估后如果符合标准 可以进行投资合作 第九绿色联盟可以为企业进行碳培训综合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高新技术供应链管理服务等 十国际绿色企业产业联盟为有机产品绿色产品安全产品 及其他类别产品进行认证验证的服务 十一可对乡镇村进行国际环保认证达到国际环保乡镇村的标准 十二对国际联盟企业认证验证 对联盟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进行定期培训 十三认证批准通过后可以对企业产品进行使用国际绿色环保标识 第十四认证通过后可将产品销售到国际国内产品交易平台 十五帮助联盟企业投资融资上市服务 十六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营销环境和公共关系 所有商品都可使用标记IOWGCA认证徽章 十八就是带有我们认证以后的那个小绿标 有那个绿标的话在各个国际上都是通用的 十七为企业商品技术服务做IOWGCA IGC国际绿色验证认证申请的辅导工作 十八验证认证的项目通过IOWGCA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汽油机构线上线下平台为企业各项目做宣传和销售服务工作 十九为验证认证的项目操作进出口海外市场的服务 享受最惠国待遇即绿色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等 二十帮扶申请帮助的绿色企业在IOWGCA气候环境世界绿色气候交易所平台上市 像加入WTO的国家G20G77部落国家贫困国家属地等全世界130多个国家 以同样的方法提供商品 二十一绿色商品授予国际绿色分类代码视为全码 二十二把各分类代码的知识产权转换为碳排放权 成为运营绿色经济基金的方式 二十二所有参与绿色企业的单位 将颁发国际组织和企业联盟的证书及牌匾 加入联盟应办理以下的手续 一呢经理理事会成员提名 这理事会就是在咱们联盟里工作的人员 提交加入联盟的下列书面资料 一加入联盟的申请 二申请单位的介绍材料和法人证件 三申请单位的国际绿色技术商品服务 产业发展计划和已经开展的工作 第三大标题 联盟秘书处对申请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并将意见提交理事会 四理事会讨论并做出决议 五联盟秘书处向获得同意 以缴纳相关费用的申请单位 颁发成员证书 成员退出联盟应办理的如下手续 向联盟理事会提交书面 退出声明并交回成员证书 二自提交退出声明之日 三十日之后退出联盟 成员退出后以缴纳的会费不予退还 三一年内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联盟活动的 视为自动退出 成员违反联盟章程及其他制度 做出不利于联盟的行为 并在街道理事会发出书面警告六十日之内 无改正行为予以除名 成员除名后以缴纳的会费不予退还 成员被联盟出名后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加入联盟 咱们的联系方式呢 绿色气候国际认证 黑龙江有限公司 这个开户行这些地址啊 咱们这里都有了 资料里面都可以看一下 咱们这个联盟啊 我们已经有部分认证过的企业都加入其中 所以呃今后所有企业在我们呃运作过程当中 所有的后续的内容 包括有扶持的这些政策啊都是由我们联盟来进行呃这个运作的 所以呃只要带有我们国际绿色认证标识的企业啊 今后的运作管理都是由我们联盟来进行管理 这点大家有一个了解就可以啊 了解就可以 详细的内容啊 咱们搜里面有资料 咱们自己再去呃了解一下啊 咱们来了解一下 下面这个内容啊 我给大家呃这个说明一点 我们在国内包括包括韩国的企业呢 咱们有了这个呃已经验证认证之后的企业 包括产品呃这些呢我们是验证认证过的 我向大家做一个呃说明 呃还有很多正在验证认证的过程当中 呃我呢在这里面就先不提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把这个已经验证过的啊 我给大家做一下说明 咱们这个所有的 国际机构 国际绿色标准的认证啊 都得经过我们刚才上面讲的那个流程啊 大概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进行详细的呃分析 和解 然后呢经过出 据我们国际机构的总结报告书 然后再给办发一些证书的 那么这个项目 如果一旦成立我们就会国际组织还安排一个法人来进行管理 那么这个法人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啊 就比如说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钢筋项目 这个钢筋项目如果成立成为一个法人之后 咱们国际机构所有做这个项目的人都与这个法人有关系 这个法人将会对这个项目向全世界推广负责 所以如果要是在世界的各个国家想要经营它 必须通过这个项目的法人 那么在座的各位也应该明白您的产品 您如果作为法人来进行运营的话 向全世界推广的同时 有全世界的人需求你产品的时候 都要跟你有关系 你不签字他的项目就做不出去 所以一个项目的法人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 所以咱们先看一下我们第一个做的这个验证认证项目的钢筋项目 这里面说是钢筋项目 其实是代替钢筋的一个材质 没有钢筋的一点事情 但是起到钢筋的作用 现在这叫一个技术 钢筋制作材料的一种技术 它可以做钢筋也可以做钢板 也可以做汽车包装 那个就是外皮 保险杠等等等等都可以做 因为它的产品的功效 甚至它的材料 那个绿色性 在后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是最高理事会 颁发这个项目的法人批准证书 在这里面大家看到有这个会议结果批准证书 由我们原来的法人 然后由这个东北亚世界总部的总议长 再加上这个钢筋事业的法人 咱们叫郝振杰是这个项目的法人 旁边就有法人的许可证 有了这个许可证的话 这个项目只要是进行销售推广建厂 都需要通过这个钢筋法人才能够完成 所以今后咱们去开发这个绿色产品 绿色这个企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它如果把那个产品 作为一个管理人员的话 全世界要这个产品都跟它有关系 没有它这个产品是出不去的 我们国际组织会把这个关 所以希望拿这个这个项目 一旦被咱们国际组织 验证认证通过之后 它那个收益是相当大 收益相当大 而且这个产品的宣传 也都是我们国际组织通过世界平台 来进行帮它推广 对吧 下面这个第一个呢 是我们国际标准绿色商品认证书 第二个是绿色技术认证书 第三个是绿色产品服务认证书 这关于这个产品的一切 这个运营活动都是由这个法人 这边来开始运营的 这个咱们英文词里面有一个 是不是叫GFRP的吧 这个呢 GFRP是玻璃纤维碳纤维 然后用特制的工艺 做出代替钢筋的 这么一个项目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罗马万神殿 这个不使用钢筋的混凝土结构 使用时间一般是超过2000年以上 那么现在钢筋混凝土结构啊 使用之后 它的寿命仅为几十年 因为钢筋这种东西氧化之后 它容易生锈 但是呢 如果非钢材 做成这个建筑材料的话 它使用寿命会大大增加的 那么 GFRP 国际钢筋呢 是因优良的这个材料特性 降低了人工成本 物流成本 显著改善了作业效率 延长了结构寿命 给维护费降至最低 结构超薄化 使全球需求啊激增 在这里看一下 它产品特性有什么呢 钢筋最大的一个毛病 就是容易这个叫腐蚀啊 经过下雨生锈 然后呢 慢慢它的刚度就没有了 是咱们的产品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无锈 无锈死 它不会生锈 不会腐蚀 抗拉强度是钢筋的两倍以上 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拉伸实验的时候啊 两头夹着这个产品去进行拉伸 结果抓它的那个法兰扣都给崩掉了 这个中间的咱们这个 GFRP这个钢筋材料都没有断 也就是说设备断了它都没断 第三呢是抗震能力极强 因为它没有钢材 所以它的硬度没那么强 韧性强了 就所以它的这个抗震的能力也就增强了 运输成本降低 因为没有钢材 它的重量很轻 这样的话 不像咱们正常拉钢筋的那个车啊 拉不了半车 车就已经压的不行了 它这个呢重量轻 所以运输成本就会降低 咱们拉一车钢筋 不如咱们这个就可以这个拉三车了 三车的量一车就可以装完 轻便无安全事故隐患 与钢筋相比价格呢 从我们市场的目前价格来看 能低20%到30% 然后它因为没有金属 所以它绝缘啊 它是目前最好的钢筋市场替代品啊 这个是我们做钢筋的那个设备啊 钢筋的设备啊 制作材料的时候 它是整个一条流水线 从原材料到那边呢 直接出成品 整个这个特性 这个这个产品的设备啊 非常这个这个简便啊 不需要二次挪动 直接充原材料成为成品 就可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这些啊 单位 在这里面做一下这个比较 就是大家看一下 一般的生产线呢 呃它是能出一到两行 也就是一到两根啊 出一呃出一次 生产时间呢 是每分钟一点五米 但是咱们这个产品呢 它是可以生产四到六行 现在还可以出更多的那个行数 这样的话呃 机定机器转动一次 它每分钟出现的这个这个长度 还是3.4米 要比传统的这种生产方式啊 大大提高呃 呃这个呃 工作效率 而且它都是智能控制系统啊 这样的话呃 自动化率呃可以基本达到 全部都是这个话啊 原来都是半手工的啊 半自动 那么制作这个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GPRF这个服装 呃上面有一个带小绿 绿叶绿叶的这么一个这个标识 这个标识呢就是我们 经过验证认证以后的呃 进行我们这个产品生产的所有的工人 的用具 道具 都是经过我们呃 国际组织进行验证认证之后的产品 包括服装 安全帽 鞋 设备等等啊 都将会与我们签订这个验证认证合同以后啊 再提供给我们各企业做这些呃 这个工作服装 那么这个产品用的方便很多 在这里面我犯了很多的案例啊 一个是大家看一下房顶 然后架桥 呃然后这个高铁 然后居住房 楼房 商品房 这些都可以 也就是说光机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就可以替代他 最重要的是呢 他的成本会比原来低 安全性比他高 有这些优势 下面呢是我们持动力啊 发电项目 这个呢是我们呃 持动力呃 发电项目的最高理事会 颁发的批准证书 并且设定了法人 啊这个法人叫李海伟 是持发电 及事业的法人 这是我们办法的证书 这是咱们产品 呃绿色产品认证啊 绿色技术认证 然后国际业绩证明书 呃就是指咱们在呃 国际国际上或者是在国内的话 国内或者他产品的本国啊 啊进行哪些产品的试验 哪些产品的使用啊 这些呢是我们经过确认 验证之后颁发的证书 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磁力发电的设备 呃磁力发电的是 用磁力发电的原理啊 只要开始把机器转动之后 这个产品呢 这个发动机就会一直去转动 然后导致发电的结果 那么我们这个发电的成本 就会大大降低 而且如果这个产品大量使用之后 不会使用国家一度电 因为这个产品的使用 它的成本非常的低 一组在这里面咱们看一下啊 它的这个动力机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发电一般都是用热能 电能对吧 来转变为机械能 然后动力机呢 用于带动其他机械工作 比如说电机啊 蒸汽机 涡轮机 内燃机 风车这都是一样 那么电机是一种很常见的动力 动力机 电机是一种依据电池感定律 实现电能转换啊 传递的电池装置 它的主要作用 是产生驱动转据 转据作为电器和各种机械的动力源 现有技术 在利用电机作为各种机械动力时 通常用电机 齿轮箱被驱动 依次连接 将电机的电力驱动下 产生的动力啊 传递给齿轮箱 由齿轮箱转变成 呃齿轮箱变速之后 给它传制啊 驱动件 当中 但是现有的电机能转换当中啊 存在 转换率较低的问题 导致呢 能源消耗 其成本就变高了 那么这个项目背景它发明的理由啊 咱们看一下红色的字啊 咱不细细的看了 2021年 我国年总发电量在全球排第一 为81121亿千瓦 那么发电的方式啊 用火力发电占了大头 达到5万多度 5万 5.7 5.7万亿瓦 那占比占71.3% 水力发电呢 是占14.6% 风力发电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这个风力发电 核电发 核电 核发电 太阳能发电 分别为6.99 5.02 2.66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呢 火力发电 占的是最大头的 那么具有自主产前的磁动力 绿色性能源发电设备呢 将改变世界性性能源 世界性能源格局 引发的性革命 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再平衡 将产生重大影响 磁动力发电源 发电呢 这个设备在工 这个这个工业制造 汽车 飞机 船舶高铁 工程机械 军工等领域项目当中呢 起的重要的作用 它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呀 产生的这么一个设备 那么我们新动力能源发电 也就是这个磁力发电呢 它完全可替代 燃煤燃油燃气 包括发电厂 及发电设备 加之 这个这个 加之由于无碳经济的需求 使得自然 自然循环 磁动力发电机 发电机 发电机组 消费市场呢 显得十分广阔 未来新能源呢 快速发展 在这个市场里 磁力发电机组 将成为任何国家 任何组织 任何人首选的 第一能源 这个发电方案 那么这个项目具有什么呢 叫可移动 体积小 重量轻 功率大 无污染 无辐射 无能耗 低噪音 维护费用低 技术周长 技术这个周期长 等特点 另外磁力发电机呢 不受任何地理条件 和使用环境的限制 使用便捷 利用灵活 有人说 今后把这个沙漠里面 把这个机组一拿回去 不用任何电源 这个一启动的话 据说这个磁力发电机 就能启动15年 也就说15年一直发电 24小时工作 不用停止 因为它没有耗能嘛 对吧 所以它可以适用于 各种大小型的 用在汽车里都可以 火车也可以 轮船也可以 飞机也可以 工业机械 农用机械 军用车都可以的 包括我们什么学校 社区 酒店 宾馆 这方面 因为它灵活方便 这样的话可以为国家 节省很多电 而且不浪费资源 不浪费资源 如果本项目实施以后啊 国内市场可以达到万亿级别的规模 如果推向全世界的话 可以达到10万亿级以上的规模 大家知道 电呢是我们人人类离不开的 但是因为有了它 它可以不需要消耗任何资源的情况下 能够产生电能 这个设备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如果一旦推广开来啊 咱们这个 呃 对于我们使用这个发电这个行业当中 绝对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啊 这既节能 又可以对我们人类需要的所有的电能啊 都可以进行提供啊 第三个项目 灾难安全项目 刚才我在讲这个呃 说我们验证认证之后 对外这个销售对吧 有没有这个例子 这个产品就已经向很多国家进行销售 而且呢 都在使用着我们这个验证认证的标识 一直受到国际上最惠国待遇的产品 这个呢是这个项目的最高理事会的批准证书 郝正杰 他呢拿着两个项目的法人 一个就是那边呃 这个前面讲的钢筋项目 一个就是这个灾难安全的项目 这个都是一样 他的商品 这个商品认证书 技术这些技术认证书 这个包括这个产品的服务运营 认证书 咱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呃灾难灾难和安全呢 这个跟清洁解决方案 呃这个产品跟什么有关系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发电的时候啊 发电尤其是像呃高压电呃还有变压器 尤其是电厂的那些呃 电压转换器啊 由于灰尘呢和污染物 长期堆积以后会很容易出现短路 甚至事故啊在那 所以他定期一定要进行清理 但是每次清理的时候呢 他都要进行这个停电 因为高压电碰电 出那个发电社会就很麻烦 如果要清理这些设备 他就要停电比如说一天 他就会损失对吧 几十万度电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损失 上百万这个这个资金的对吧 上百万的这个这个金额的损失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他不再停 不再停电作业 带电还能够进行清洗的项目 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在那安全项目 所以他能够把电器上的什么样 灰尘污染物 对吧 包括设备电线上的电器上的 可吸入的那个颗粒物 把这些呢损害破坏 这个电源的这个这个这个方面呢 都能够给他避免 那么什么是无静电这个火线 绝缘增强清洗液呢 对难以停电工作和各种主要设备 使用特殊清特殊处理过的绝缘清洗剂 通过去除污染颗粒物 预防火灾的危险性提高机械设备 功能和减少设备的误操作等等等等 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他这里面有家用的啊 家用的呢 他可以是这个叫 对于那些家用电器啊 像很多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冰箱啊 对吧 这个这个洗衣机啊 很多东西啊 这个这个尤其是电脑这方面 都可以进行清理的 他没有添加任何的 什么这个臭氧破坏物 他还是环保的 没有任何腐蚀性的材料 不会因为清洗而造成电子电子键损坏 也不会自然蒸发 那些这个这个不会自然蒸发 也无残留物啊 然后呢 再对人体无害的 尼明提取物液的加进去 狭角空间里面 他可以达到什么呢 一是清理 第二呢有可以 呃 气味啊 也不会出现那么难闻的情况 这下边呢 是用于高压电 大家看一下 呃高压电呢 可以达到22.9000伏特高的高压 还有各种高压面板啊 都可以进行带电作业带电清理 呃这是咱们一般看通讯用的机房啊 机房大家都知道 他一工作起来热度非常高 灰尘落入近后之后 如果要不及时清理啊 很容易出现火灾这种现象 还有这个叫特高压的啊 这种设备 啊这个如果要灰尘堆积 也会对设备 它的生命长度啊 也会有这个损害啊 高压电低压电这些都可以 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么我们这个清洗测试啊 呃这个有很多 大家看一下 呃电气安全工程定期检查时 呃由于这个有检疫 啊清洗 像专业清洗外包 这个的成本非常高啊 尤其是为那些 呃这个清除什么灰尘呢 异物啊 什么维修螺丝 松啊对吧 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灾难安全 蜡笔使用的时候 都是经过培训 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处理 所以顺便呢 就你这些清洗的工作 做完之后 对你的保养工作 都可以完成 这样污染严重的设施啊 尤其是什么自来水处理厂啊 啊这个烂面厂 造纸厂 地铁 户外设施啊 这些如果想要清理的话 必须得是停止工作以后才进行 我们这个呢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就可以处理掉了 难以清理的设施 那么UPS啊 ATS LAN啊 等24小时 停电困难的这种设施 我们都可以带电的工作啊 清洗而不用水清洗的设施 火灾发生后 它要恢复电力 电子通信设备 都得把其中的水分的全部 空干 这样的话需要时间啊 需要时间都晾干以后才能工作 否则的话就危险 啊 这个大家看一下 专业人员的服装啊 设备 都是由我们 这个国际组织 怎么样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 呃标识 由这些认证企业来进行生产 啊 这里面有什么高压枪 热成香仪 呃 积水器 这些是做清洗的一套设备 啊 做我们这个的时候 把这些设备都 包括在内 啊 一起进行 运营操作作业的 这个 我们国际组织 现在目前 对刚才那个安全 呃灾难安全 这个产品就是绝缘清洗业的 工作工作人员 我们已经 已经与这个 老兵网 这个 呃 这个 服务中心呢 已经签订了协议 由老兵网做这个全面 做培训 呃 召集这些呃 这个业务工作人员 这样的一个工作 啊 全都是由我们 呃 这个 老兵网 服务中心 于我们国际机构签订了 合作协议之后 来进行全部负责的 第四个项目燃气照项目 啊 这个呢 也有人负责 法人呢 是叫 理应 啊 这是法人的许可证 这个燃气照的 事业法人 这是三个证书 产品认证 技术认证 业绩证明 这个燃气照啊 咱们家里面不是有很多吗 对吧 家里面很多 但是这个燃气照啊 是经过 咱们这个 专利的技术开发 研制而成的 大家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案啊 这六边图案就是碳排放 也就是说 污染物啊 我们这个右侧的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燃气照啊 与传统的燃气照相比的话 在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它的污染的 呃状态可以达到 百分之零点零零二 而普通的呢能达到百分之零点零零五 会比他多出很多倍 然后节能率啊 节能率 同样的时间 我们一是省气 省气 第二呢就可以 呃在短时间内达到高温的状态 这样的话 对节能有很大帮助 能节能多少呢 百分之四十以上 比普通的燃气照 省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热效率 在这里看一下 普通的呢一般都是小于百分之五十 而我们的呢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七 还有它的特殊结构 保证了它加热的速度啊 非常的快 咱们看一下后面 因为它这里面都是由这个这个三层组织构成 大家都知道一般 普通的燃气照呢有两个路管 对吧两个管 但是咱们这个你看燃气照是三个管 而且它是由两层组织 外面苗和里面苗啊是单独控制的 所以我想省气 这个小火我就可以小火慢慢 这个来进行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加热 但是呢如果要是集火的话 它里外进行两个管道进行这个充气 所以速度非常的快加热速度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明白了 对吧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旋转火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 既省气啊为国家节省能量不说 最重要是增加效率嘛 比如说我做汤 可能这个这个我十分钟做汤 做完我们这个需要七分钟就可以完成 一是因为节能 第二就是因为它聚热 尤其它这里面 排出火苗的这个双层 双供气的结构 来决定的 这些产品呢效果都是非常 这都是咱们世界上啊 都是世界专利都没有的这边一个产品 由我们验证认证之后呢 他就会直接向全世界进行推广 热分解焚烧项目呢 就是是由我们这个垃圾处理的一种系统 这个呢也是最高理事会批准证书 法人还是理应啊 他是热分解系统的事业法人 所有他管理的项目在全世界进行推广的时候 都跟他离不开关系啊 都是由他来进行供货甚至建厂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三个证书 这个呢就是轻便型的啊 他这个设备可以装在 像我们的那个就是垃圾车啊 像那个卡车一样 装在车里面只有把垃圾啊 放到我们这个热分解系统里面的话 什么铁呀 什么骨头啊 什么化不了的 原来咱们垃圾处理当中无法解决处理掉的 进入这个锅里面以后啊 全部燃烧掉 全部燃烧掉以后呢 他把这个热还能储存上 而且连接到我们的这个叫这个暖气 把连接到暖气上 可以进行供热 把焚烧垃圾的热量再转换成我们的热能 来进行使用 这个产品效果也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一点啊 咱们这个这个看一下 环境有害物资啊完全燃烧啊 实现很多层高温燃烧 这个热分解系统 根据温度和空气多层的那种原理啊 焚烧时产生各种有害气体 焚烧各种内部停留的时间 比传统焚烧器啊 方式要保持这个这个方式保持2-3倍以上 采用高温分解处理的技术 装程隔热结构啊 它的散热就比较慢 能把热呢 大家看一下 能把使热变形热损失量小 将滚筒设计为2-3层的隔热层 结构技术开发 保证易燃烧性的搅拌控制装置 等于是机械的 只管保垃圾呢 这个扔到里面 它一边搅拌一边给你融化掉 燃烧促进系统 利用焚烧温度和空气中 存在的氧气和热膨胀的功能 和空气静压产生的涡流现象 开发多层技术 阻断不燃烧的废物 废弃物 有害气体释放的完全燃烧促进系统 等等 总之这个产品的使用之后 我们可以把大量的 因为它设备小 处理气小 但是处理功能大 所以用于各种地方 在这里看一下 它可以用在山区和小镇 因为这个垃圾不用扔 扔进去以后 直接就全部热处理掉了 开发这个产品的目的是 开发绿色污染 处理装置 以改善气候和环境污染 克服整个产业的危害 它可以用于你看医疗废品处置 在岛屿大型建枝 现在有很多大型的船只垃圾 都是往海里扔 寺庙等等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的 浴体功能呢 就是把垃圾处理掉 产生的热 对吧 它能够再利用 这是它的 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产品以后 起到完全燃烧 它的体积小 它还环保 对吧 然后耐腐蚀的结构 包括降低燃料 最小化的燃造体积 总之呢 你看它 挥收的那些 这个这个垃圾 处理之后 可以热水 对吧 可以补充热量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这是咱们国际标准认证的绿色分烧技术 可移动安置 装在山区啊 小城镇啊 街道里啊都可以 现在我们 处理垃圾的成本很大 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垃圾车天天拉 然后天天送 那个垃圾还没法处理 它呢 就可以装到这个炉子里以后 全部燃烧掉 燃烧以后的热能呢 还能可以进行 这个呃 供热的作用 这个特点呢 咱们详细的会 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 处理的 包括我们 呃这个各个项目的 所有的呃 就是工作 呃这个工具 服装这些呢 都是 我们 经过验证认证以后的 呃绿色企业 来进行提供 这样的话 大家知道我们提供的 呃 产业就非常非常之多 除了这个以外呢 呃 还有更高啊 先进的设备 都要经过我们 国际组织的验证认证之后 你就可以同时向世界各地进行推广 这些是我们呃 这些是我们呃 目前呃 已经在国内找到法来的项目 呃 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的新项目 都在这个 这个我们呃 呃 这个 寻找这个经营法人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些的工作都是又应该由我们 国际公务员呃 呃 根据呃 您的行业特点 在那个行业当中 寻找到更多绿色产品 有了绿色产品 帮助推广 这都是我们国际公务员要做的事情 所做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为了 把我们这个绿色技术 推到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受到新技术的这个提供 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现有这个污染的污染的环境啊 提到一个积极预防的作用 这样对人类本身也就是做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今后我们会把这种所有的项目 都放在我们产品的交易 呃 这个产品交易平台上 这些交易平台 这个所有的产品不经过我们验证认证是进不来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 这个平台一旦要是 被消费者认可 我们会有极大的推广力度 有很多人对这些项目 世界最优秀的项目感兴趣 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国际组织的名声 包括他的荣誉 包括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国际公园 都有帮助 都有这个无限的推力 对吧 无限的动力 好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这儿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回呢 会有更多的内容 来向大家做介绍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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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议长都见到面了 他也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好几年开始了 像哈尔滨 对咱们的刘主席 还有严主席的时候很早就开始 但是一直也没见到面 用这种方式见面也非常的感到高兴 在这的各位也一样 所以他说在这里呢 今后也会经常组织这样的教育培训 他说教育很重要 如果这个有了教育的话 咱们会省很多事情 再一个对我们国际组织 有一个强劲的了解 对我们进入做事也有很大帮助 所以他在希望我们这样的 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 他也是70年少 我们要积极的再去做这样的培进机构 培进计划 这样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的信息 随时可以收到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共同努力 把我们国际机构做得更好 然后让大家也不断的发掘 我们国际组织的讲师 专业讲师 还有教授 这个有这个身份的人呢 参与到我们这里来 这样的话 我们推广起来会更加容易 所以让我们共同努力 去发掘人才 产品 技术 把企业服务这些这个内容 今天表示 大家这么这个辛苦一天 在这里面表示感谢 最后他是 给大家做我们的愿好 各位议长 我还有一件事 给大家公布 一下教授来讲 大家稍等 大家报告一下 那么我们有一款产品 叫2.8克 这个是为 为我们国际机构认证 一目的 需要2.8克 这个是为 颜色的 初衷就对大家 分享 这个2.8克的功效 2.8克的 我们的 我们的 评认证 要认证 我们的 我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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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大家辛苦了,快就先撤退了 我昨天要这个书博士给大家讲讲这个二点盘子 你这哪里行 你听着我说话了吗 实在话 听到了 现在要书博士给大家讲讲这个二点盘子 好的 担当的机会 给大家的都聪明一下 这么讲话听得到 咱们评论 咱们评论是什么呢 解决了蛋白症合成的规律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个资料 就是那个八九年诺贝尔江获得者 就跟啥情况去 就是切割和奥特曼 奥特曼搞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 咱们叫蛋白症的合成 就是细胞任何生命的造成 不是蛋白症的造成的吗 细胞和蛋白症造成的吗 它细胞合成蛋白症的过程中 其中有一个物质叫什么叫 一个是D 一个是R 二叫脱氧合成核酸 解决了脱氧合成核酸 它是一个信号专入 和那个什么呢 原来的专用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那个氨酸 在核酸会转运的这个 这个川远合成核酸 把这羊酸 一个信号 一个转运的这个核酸 核酸的时候呢 这些前面那个修植梅的密码规律 我们掌握了 所以说用它呢 可以解决农业上的硬性 难题 比如说 这个全的问题 各种突传病的问题 各种植物病的问题 就是由病毒和病菌引起的 病毒和病菌引起的突传病 那么呢 是这个 就是由这个 农业 植物 也就是说 或者是羊肢 羊肢业和这个水产业 所带来的一切的难题 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呢 进行解决 我举一个案例 那么 咱们国际组织 可能是总部现在 在韩国吧 总理上呢 比如说韩国的大白菜 做泡菜的难题 如果用了它以后 这个做泡菜 这个白菜 那全量 会是原来的三倍 全量会是原来的三倍 同时呢 它的品质 也就是说 它的各种氨气团的难题 和那个脂红蛋白的难题 会比原来增加12%到15% 那么同时呢 它的什么呢 它的农餐 也就是它的农妖 残留和重景书 是测不出的 它的品质 那么得到了其身 它的汤量得到了其身 那么呢 就与汉国做泡菜的成本 降下来 这些人人都能吃到泡菜 这是 我举了一个例子 泡菜 就是大白菜 也就是说 通过它以后 弄在这个 质物化的水盒液 这个羊枝液 还有这个种枝液 都有很好的 这个效益 也就是说 我看到这有东南亚的 我举个例子 东南亚现在 橡胶树比较多 还有那个甘菊 比较多 橡胶树有种病 叫吃肥病 你可以知道 可以回去问 橡胶的吃肥病 叫什么 叫世界性的 之外 一旦这个香蕉产生这个 那个香蕉蜂蜜病以后 你们是要把香蕉全被砍掉的 你们的甘菊 到了荒荣病 或者冰浪 到了荒荷病 是要全被砍掉的 而用这个东西 你交换 两个月以后 你的香蕉树 就可以重新张香蕉 可以重新张香蕉了 这就是简单 我们种植业的形态 我就讲这么多 好吧 到时候让谁拿 让郭主席 给大家发一个PPT 课证 里面有一项一项 我只是举了几个案例 好吧 原来的郭主席 是解决了哪里 缅甸的 当时有一个山吧 这大概有5000多亩的香蕉 到了冰浪 需要砍掉 后来就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解决了 它也没砍掉 现在 后来经过两个月以后 重新就张香蕉了 就都没张香蕉了 还包括甘菊 包括你的荒荣果 还有你的冰浪 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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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叫世界的 之外的 这样的问题 总统解决了 其他的问题 就是英国人解决 好 今天那么多 好 各个省的议长们 你们听好 这个2.8克是我们国际机构认证的产品 向全世界来推广 各个省 我会下发材料 然后会到各个省去演讲 已经这个2.8克不需要再做实验 它已经是量产的东西了 特别是在飞龙江 内蒙古 新疆 大面积在山东 大家要记住2.8克它为人类为国家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国际机构主推这个农业产品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议长 感谢大家 谢谢 所以到时结束 拜拜 再见 准备 庆长 Fucking Except 我们生君 修理员 就在建議有好忙,你好 謝謝你們,你好 是的 謝謝 謝謝 實在說,你有好忙 還有還有隨便的影片 不會錯的